粉丝们想看了读评论第二期来了 废话不多说 直接开始读起来 虽然我也不知道这是个什么梗 但是自从8月15号开始 的确很多人在我评论区这样说 我是一个重分主播 那我就给大家来展示一下吧 来 娟娟 给我坐下 嗯 还要给我趴下 躺下也给我哪一个 欧外家族全部给我坐下 笑两 玩自己的梗 让别人无话可说 娟娟呢是一个非常开脑的人 大家随便玩梗 只要不进行言语辱骂 和这个上升到人身攻击 都是可以的哟 那我们接着看第二条评论 撞不进碗坟说 评价一下 不波你心 啊 这是妮妮开的小号吗 评价一下我妹 那我觉得她是长得 非常的可爱呆萌 碧月羞花 有如沉鱼落雁 妮妮 你要是看见这条视频 记得微博200 不然下次我就说你坏话 接着我们再看下一个评论 如果岁月能回头说 娟娟 我看那个某染说 你暴露她的个人隐私 请问是真的吗 这个纯属谣言啊 娟娟是个遵纪守法的好公民 我有法乱记的事情 不会去做 不信谣 会团谣哦 这个评论就稍微有一点点过分了哈 把我的照片 辟成一些恶意的表情包 大家如果在评论区看到这种的话 麻烦帮我举报一下就行了 娟娟 我是你的粉丝 我好喜欢你 请回我 行 我可以回你这位宝子 但是你下次把娟娟的名字 打正确一下行不行啊 某只萌兔说 娟娟 今天刚好是我生日 娟娟肯定不会祝我生日快乐 那么我在此祝这个宝子生日快乐 希望你年年都有近日 岁岁都有新章 那么本期的评论差不多就读到这里了 大家如果还想让娟娟读到你的评论的话 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 大家的评论区最好是有趣一点的哈 这样子就能够被娟娟注意到的 最后呢 希望大家能够多多点赞 我们就下期再见哦 拜拜